大家好 我是怡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焗排骨 我會用焗爐去焗排骨 會很香脆 但裡面會有很多汁 首先要浸泡15分鐘 這樣會令排骨更鬆軟 排骨浸泡15分鐘後 要摸一下它 如果覺得它已經很軟身 吸收了水分就可以了 現在要放在廚房紙上吸乾它 醃才會入味 醃料方面 剛剛加了1湯匙油 1湯匙豉油 1.5茶匙糖 1湯匙蠔油 先把它拌勻 拌勻之後 現在會放1.5茶匙酒 1茶匙粟粉 醃完之後 排骨最好放在冰箱裡冷藏 起碼1小時 我們拿出來焗就會更入味 現在先預熱焗爐 然後放些排骨上去 上面要鋪多一張石紙 我剛剛用了石紙蓋著排骨 然後放在焗爐上 焗30分鐘 半小時後 現在可以掀開石紙 看看排骨已經熟了 但我想它更脆 於是我現在會繼續焗15分鐘 15分鐘之後 你看到現在的排骨已經變得脆 就可以上碟 排骨已經做好了 是很好吃的 又很容易做 大家都試試看 美味 如果你喜歡 給我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謝謝 謝謝